中国H7N9潜流感疫情出现之后 随着死亡病例不断增加 民众迫切希望了解疫情的全部真相 但至今疫情的发源因素 以及中国到底有多少患者 官方的态度暧昧没有交代清楚 许多中国民众在微博上发表疫情信息 却被当局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处罚 天日来如何预防和控制H7N9潜流感疫情 成为中国网友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很多网友把知道的信息 及时地发布到网路上 结果被当局以涉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 给予了刑事拘留和行政处罚 大陆媒体报道 4月8号、9号 贵阳警方将发布贵阳发现H7N9病毒信息的 三人抓获 并对三人处以5天到10天的行政拘留 在此之前 西安市一男子南某在微博发布 潜流感相关信息 被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予以刑事拘留 另外 浙江慈禧的刘某等三人 同样被慈禧警方以散布H7N9疫情谣言为由 进行拘留5天 还有江苏和福建的网友也遭到处罚 最早的H7N9潜流感死亡病例是从上海传出 但官方迟报20多天 3月网上微博盛传 浙江杭州出现不明原因疾病传播 当时杭州当局很快指称微博的内容为谣言 并且拘留了发微博的网友张某 事隔不久 杭州确诊两人感染H7N9潜流感 当局对H7N9潜流感疫情扩散的态度 以及对网友的这种处罚 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他以这种名誉 他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给你戴一个帽子 如果是 你这种评论多说是散布谣言的话 那不是说 人家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如果说 一个人 这个说这样的信息 说是谣言就被抓起来 那官方该有多少人该被抓呀 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网 公布了多少的虚假信息呀 这种以国家的这种传播力 动用行政的资源 动用国家财政 去散布的谣言 起步危害更大 可是我们没见到 去把官方的这种谣言的散布者 或者这样的机构进行处罚 上海名为厄运天使的网友 7号深夜在微博上说 大家注意了 瑞金医院发生重大误诊 导致他的孤障 禽流感引发重症肺炎死亡 他说 他的孤障 4月3号因发烧到瑞金医院就诊 确诊为肺炎 开了三天肺炎的抗菌药 结果7号晚间8点去世 去世前 医院派X片 诊断为重症肺炎 但医院声称 未确诊为H7N9禽流感感染者 这篇微博随后遭到删除 稍后上海官方公布 瑞金医院确诊 H7N9禽流感死亡病例一例 正是这位网友的辜负 他们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敢讲真相 野蛮的问题 他就是怎么样 就是所谓维护表面的所谓 残忧安定 太平 太平甚至 其实老百姓心中都充满了怨气 他就是打压这些所谓网友 人家有些网友也不是有经历 有些事情也正是通过 他们的能够 这个事情是得到正向 但是我们政府不管的 他就是说你们是造谣 拘留 老百姓也是很迈的 随着H7N9禽流感个案持续增加 香港首次公布九中疑似个案 虽然通过快速测试 确定不是H7N9感染个案 但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质疑 大陆向香港通报疫情的机制不可靠 可能会造成港人错判刑事 重演03年SARS疫情爆发时的严重失误 新唐人记者唐瑞采访报道